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皆大欢喜的最后 萨奇却再度出现 他放出的精灵对上了超梦的技能 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效果 将在场的五个图鉴所有者全部变成了石头 在戴尔奇斯事件的几个月前 方圆地区发生了固拉多和盖尔卡事件 这次事件造成了方圆地区极大的动乱 各方势力都参与到其中 四天王 道馆首领 经旧冠军 以及无数的平民 当中包括那两个方圆地区的图鉴所有者 同时也包括那个躲在安全处 曾给千里提供过情报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亚希达 当时的他正在周游各地寻找强大的训练师 只是因为固拉多盖尔卡的战斗 使得方圆地区的气候变得十分恶劣 才不得不终止 躲进了联盟大楼里面避难 而当时他的心中已经完成了自己未来的规划 他是对战开拓区的创始人 他的目标就是建造并扩展对战开拓区 在战友奇迪斯事件的两年前 假面人事件刚刚结束之后 那个时候图鉴所有者的水晶 正式完成了大木博士的委托 包括交换捕获在内 凑齐了关东成都所有的精灵 只是那个时候的大木博士 已经制作完成了最新版的精灵图鉴 在这里面又记载了新的一百多种精灵的种类 因为害怕水晶生气 大木博士并没有将凑齐这个图鉴的委托 再度交给水晶 而是将其借给了方圆地区进行研究的博士 希望通过他的帮助 得以记录并补全这里面的资料 而这就是之后在方圆地区 定下了80天组约的两个图鉴所有者 露比和沙菲亚所使用的版本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在这三个方圆地区的图鉴 算往小田卷博士之前 大木博士曾经见到了另外一个人 当时的他正如往常一样 在广播电台录制节目 突然看到了台长传递过来的消息 他面说有个孩子想要见你 他想要得到图鉴 拿着图鉴成为训练家和精灵们一起生活 而这个人就是之后除了露比和沙菲亚以外 第三个拥有方圆地区图鉴的图鉴所有者 在戴尤其一次事件之后的这几天 一个非常严峻的状况 摆在了大木博士他们的面前 那就是解决这次事件的英雄们 小赤 小绿 小蓝 小黄 银 他们全部变成了石头 生死未卜 由人类变成石头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而且解决办法更是完全没有 超梦追捕着萨奇不知道消失在了哪里 而后赶来的大木博士他们 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他们能做的就是暂时先封锁这个消息 让小蓝和其他人的父母知道这件事 然后再来思索其解决的办法 但是他们变成石头的原理不明 之前又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本来是人类的他们 自然无法用什么机器来做实验 要将其安全地变回人类 似乎凭现有的科学并没有办法做到 而最终他们得出了答案 亦或许是唯一的答案 那就是借助方圆地区的幻之精灵 基拉奇的力量 基拉奇据说每隔一千年才会苏醒一次 是极其珍贵的精灵 得到他的人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大木博士他们寄希望于这只精灵上 希望通过他实现愿望的能力 解除小赤他们身上的石化 吉妹婆婆曾经从骑之岛的训练师之塔里面 测到了记录有梦幻踪迹的古航海图 而在同样的地方 他淘到了一本基拉奇报告书 这是一千年前 基拉奇上一次觉醒的时候 根据看见人的口述总结而成的报告 其中详细记载了基拉奇从觉醒到沉睡的样子 甚至还预测出了下一次觉醒的时间和地点 报告书是由一千年前的古代文字所写 吉妹婆婆将其交给了大木博士之后 大木博士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翻译 然而正当其结果破译到了一半的时候 大木研究所遭到了袭击 啊又又又又又又又遭到了袭击 不知道为何他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由着同样想要借助基拉奇实现野心的人 袭击了这里 偷走了大木博士解读出来的内容 虽然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揭露 但从已经破译的情报来看 这足以晓得基拉奇苏醒的时间和地点 非常巧合的是 这个区域正是亚西达正在扩建的对战开拓区 而他成功建造完成并邀请媒体来采访的7月1日到7月7日 正是基拉奇在这一千年中仅仅苏醒的7天 大木博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眼下小赤他们实话的解除 基拉奇的力量是唯一的希望 但突然冒出来的敌人 已经很清楚地暴露出其想要抢夺基拉奇的目的 而其苏醒的地点又是刚建好的对战开拓区 可以想象有着巨大的人流量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复杂了起来 为此大木博士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该计划直接囊括了剩下所有的图鉴所有者 当中包括在各自的地区曾经解决重大事件的英雄 亦有着本次篇中的主角 那个在两年前就找到大木博士的第十位图鉴所有者 方圆地区 对战开拓区的开拓首脑之一的神带 在某个地方找到了在固拉多和盖欧卡事件 发挥了重要力量的三神柱 虽然在当时因为大雾死掉 导致三只精灵失去控制离开了战场 或随着已经解开的封印 还是让他们变成了自由之声 随着亚西达在大海里将大雾那块已经破碎的石板 再度搜集起来复原 神带终于找到了他们 在固拉多和盖欧卡事件 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力量 现在占精疲力尽的因迷失方向而感到彭徨 在这个时候神带出现 正好轻松地将其收服 对战开拓区正在紧摩密鼓的扩建当中 原本的对战塔也在亚西达的策划下 一口气增加了对战工厂 对战竞技场 对战巨弹 对战水管 对战宫殿 对战金字塔等六个新的设施 而在谈话中 他也和神带透露 对战塔的莉拉也在成都地区抓住了雷公 准备用在自己的设施里 而这个时候亚西达接到了大木博士的电话 接着过了两个月 时间终于来到了7月1日 对战开拓区正式扩建完毕 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媒体开放日 一个叫做阿彻的记者小哥来到了这里 当年我还不晓得这个人是个什么角色 结果这个人竟然还登场过提威动画 以及旁之的衍生游戏 宝可梦随乐拍里 前不久宝可梦直面会时发布的那个拍照游戏 六宝可梦随乐拍 而他上一座的主角就是这个人 记者招待会和开幕仪式的时间 是在下午1点 但是还有时间的他便开始在周围闲逛 而这个时候在天空的尽头 两只精灵正以高速向这边飞来 这正是传说中的精灵 拉蒂亚斯和拉蒂欧斯 一个发型奇特的少年 从他们的身上跳下 这下面正式对战开拓区 他对着拉蒂亚斯和拉蒂欧斯打着招呼 看起来和他们很熟 而地上的阿彻因为买了水太多 又觉得扔掉可惜 将其浇在了树上 而这个时候一个东西掉了下来 这是对战开拓区的开拓通行镇 上面写着米拉特的名字 而抬头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阿彻 这时赫然发现一个少年 从天而降震落在他的旁边 这位叫米拉特的少年 打了很多的发胶 穿着很厚的鞋子 震着连衣服的袖子都长得不得了 阿彻想着这正式采访的机会 于是便上前提问 不过当他刚问到第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精灵的哪一脸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一只胡说树从背后袭击了他 架出了他的身体 原来刚才他浇水的树正是他 看起来对方是因为 自己的这种行为被激怒了 阿彻赶忙向米拉特求救 请他帮帮自己 米拉特欣然答应 然后便在自己的衣服里面 找着某样东西 阿彻不明所以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放出 自己的精灵和对方战斗的吗 但这个时候的米拉特却回答到 自己根本就没有精灵 他是训练师 但是他的身边 却没有带任何一只精灵 所以刚才阿彻的提问 你最喜欢精灵的哪一脸 他根本回答不了 因为他不喜欢精灵 他只喜欢精灵对战 只见他掏出一把 造型看似玩具的枪 随即发射弹丸 打向胡说树 阿彻惊恐万分 身为训练师 怎么还拿着枪啊 但他误会了 米拉特用枪发出的弹丸 围绕着胡说树 画下了一个阵型 被这个阵型包围住的胡说树 一改刚才生气的模样 瞬间变得温顺的起来 向米拉特示好 不过米拉特似乎对胡说树 并不感兴趣 虽然抚摸着对方的头 但表现得相当的不耐烦 根据他的说法 胡说树虽然看起来像树 但却是岩石系的 真是因为阿彻刚才向他浇了水 所以才把他惹怒了 阿彻注意到 他手上拿着一个奇怪的机器 而这个东西正是精灵图件 米拉特显得很急 他穿好自己的超后鞋子 便火急火燥地跑向参赛登记处 阿彻在后面问他 这只胡说树怎么办 米拉特只是随意地说道 把他放回大自然吧 看起来他真的对精灵 没有任何兴趣 阿彻感到了他的不可思议 虽然一方面说着不喜欢精灵 只喜欢精灵对战 但另一方面 他又能瞬间安抚精灵 并熟知他的特性 放得了胡说树 说明他真的对精灵本身不感兴趣 但一个训练师 竟然一只精灵都没带在身上 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 总之 米拉特确实是一个奇特的训练师 来到刚才米拉特发射弹丸的地方 仔细一看 阿彻才发现这所谓的弹丸 好像就是土块而已 上面连着的丝线 就是刚才形成的阵型 但光是这样 就拥有让精灵镇定下来的力量吗 阿彻搞不懂 而这个时候也由不得他多想 对战开拓区的广播 已经发送了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消息 所以阿彻也火急火燎地赶往采访的地点 这一天 阿彻来到了对战区 遇到了米拉特 他并不知道 这里看似热闹平和的背后 其实已经开始暗流涌动 而这一天 米拉特也来到了对战开拓区 作为被大幕博士 选上的第十位精灵图鉴所有者 他将在这里完成他的任务 而从这里开始 属于他米拉特的故事 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欢迎点个关注 并且一键三连支持Up主 好久不见了 因为过年期间 我这边在爆干四个白年纪 实在抽不了空来做这个 而且游戏网也更新了嘛 我觉得我跟到之后 我都可以休息半年了 而现在开学期间 有了闲运时间 自然就再度开始做这个了 说到这个 钻石珍珠的复刻 竟然这么的拉垮 我没有想到的 我真的 我觉得我等待力很高的 我是他能做到 红蓝宝石复刻 我就能接受的程度的 我当初看直面会之前 我就想着 他只要今天宣布 有复刻作品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买 但是 确实没有想到 既然能 这么 对吧 说不出来 GF可能是我唯一一家 讨厌的游戏公司 真的 就其他游戏不好玩 我是直接右上角走人就是了 我对大多数游戏 都没有那种情怀 留恋之类的东西 但宝可梦做不到 就算它拉胯到让人失望 但其实我内心里面 还是期盼着 有再度像金银 钻石珍珠 黑白那种 让人充满感动的作品 哎呀 阿尔宙斯那个 我觉得就不要太期待了 就开放世界 GF那个技术力 做出来肯定也不好说 对吧 反正DP这个样子 我是肯定不会买 那么我是16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